曾经有个小孩 四岁还不会说话 七岁还不会阅读 老师认为他是迟怀儿童 于是只好退学 他的名字是 爱因斯坦 曾经有个篮球员 申请校队遭到拒绝 只能躲在寝室哭泣 后来 他终于在NBA上场比赛 却输了将近三百场 他的名字是 Michael Jordan 曾经有个乐团 第一次演出 是在地下夜总会 唱片公司劝告他们 弹吉他的乐团 正走在消失的路上 那个乐团叫 Beatles 人生 不是由挫折来定义你 而是由你来定义挫折 由你来找到 藏在他背后的成功 一个人的征战很孤独 很辛苦 在案例 你可以找到团队 彼此支持 一起启发自己也不知道的潜能 因为有团队 如果被击倒了 还有伙伴撑住你 给你勇气继续走下去 世界上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跟后果 只有踏出第一步 你才会知道 自己可以走得多远 才能灌溉自己的梦想 让生命发光 按例相信你 潜藏巨大的内在力量 按例相信你 可以成为有能力给予的人 做更好的自己 改变生命未来是 Be a better you 安利